阿波罗新闻网 独立 感言 新颖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华 今天我们将为您带来三个令人瞩目的新闻故事 绝对不容错过 首先 我们要聊的是一个让人心痛的故事 中国一位年仅24岁的离异妈妈 为了养活她仅3岁的孩子 竟然被迫下海 接客 一晚只赚300元 在被警方查货时 她忍不住痛哭失声 这背后反映了怎样的社会现实 接下来 我们转向一个振奋人心的事件 在广州 一群村民团结一致 扣留警车整整一天 成功营救了一名被困的村民 他们放鞭炮庆祝的场面 让我们看到了民间力量的强大和团结的力量 最后 我们将揭露一个重磅政治新闻 被31亿的李传良公开宣布退党 并揭露了中共党内的诸多丑闻 这一消息将如何影响中国政坛 朋友们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别忘了点赞订阅留言 打开小铃铛 选全部 随时关注我们的最新报道 欢迎收看阿波罗网主频道热点直击 今天是10月17号 星期四 我是李小雨 小孩才三岁 陆24岁妈下海一晚三百倍超哭了 生活所迫 小孩出生之后 开销相当多 如何维持生活品质与每月收支 考验着许多新手爸妈 如果因为不合选择离婚 那经济上的压力恐怕就更大了 近日 中国网络上有一则案例 引发许多网友的讨论 那就是一名24岁年轻妈妈离婚后 因为经济条件不佳 冒险从事交易被超的案例 中国搜狐网指出 这位在浙江等地为主的张姓女子 因为离婚后 经济条件不宽裕 还要养一个三岁的幼儿 最终选择下海 透过网络社群刊登 一晚三五百人民币 意外吸引许多男性捐助 小有名气 不过或许是数大招风 加上行情过低 女子没多久就遭人举报 被当地警方查上门 女子直白地说 自己就是生活所迫 无奈之下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考量到情节不重大 与生活窘迫等原因 因此当地警方算是高抬贵手 对她进行中国常见的批评教育 并联系相关单位 希望帮她找到合适合法的工作 广州村民扣警车 一天成功救人 放鞭炮庆祝 近来中国维权民众越来越新奇 屡屡围堵派出所 营救被捕人员 关注大陆群体事件的海外自媒体 昨天披露 广东湛江徐文县西联镇 城屋村村民上月末发起维权行动 抗议当地官方禁止养罗政策 因为养殖海螺是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 该禁令等于断了他们的生计 10月15日凌晨 数名海警驾车偷偷潜入村中 试图抓走一名维权村民 但很快被其他村民发现 村民们围住警车 要求海警放人 否则不让警车离开 村民的抗争从凌晨一直持续到晚上 警察最终被迫释放了被抓的村民 现场视频显示 被抓村民获释后 村民们聚焦到祠堂 放鞭炮庆祝 有村民在网上发帖称 第一局我们打赢了 全村人都给力 根据昨天的消息 9月27日 在湖南岳阳湘英县湘宾镇下坝湖畔 也曾有数百村民围堵 进村抓人的公安 村民透露 下坝湖周边有五个村落世代 依靠湖水为生 但最近当地官商勾结 准备毁湖挖沙 断绝村民生路 村民拼命维权 另外 最近大陆还发生多起维权民众 为派出所要人的事件 10月8日 山东省自博市经济开发区 附加镇鹏家村的维权村民 围堵了附加镇派出所 要求释放被捕者 双方一度爆发 激烈冲突 因为当地官员将村里 三千多万元人民币的征地补偿款 私自购买理财产品 村民多次维权无果 有村民因进京上访 被当地公安抓捕 10月8日晚上 山东青岛来西市 香格丽院小区的上百名业主 围堵了附近的产值水库派出所 要求释放早前被抓的维权业主 当天早些时候 上百业主聚集抗议物业阻止 为购买车位的业主 进入小区 公安抓捕多人 9月23日晚 湖南张家界龙园华城的业主 围堵了小区附近的派出所 要求释放当天被抓的一名业主 公安最后被迫放人 揭露中共党内丑闻 被31亿李传良公开宣布退党 阿波罗网4日后报道 2024年10月14日 中共媒体转发人民法院报 罕见用整个版面刊登的 牡丹江中院相关公告 飞龙江省吉西市前副市长李传良 涉案资产超过31亿元人民币 查封房产1021处 李传良清华大学工商管理专业毕业 长期在吉西市任职 曾先后担任吉西市 贺港市副市长 独立评论人蔡慎坤 16日在其X账户发帖说 李传良说 飞龙江多个部门对他的立案调查 以及通缉等行为 主要与他大流行病期间 在海外公开批评 清零封城防疫政策 以及公开宣布退党有关 中共对体制内出走的人 揭露党内丑闻向来毫不手软 特别是涉及到公开退党 2020年8月25日 李传良接受海外媒体专访时表示 当年2月份 他过去的老部下 吉西市恒山区委书记孔令宝 因为风控说了几句真话 就遭到中共政府的迫害 他因为担心受到同样的迫害 避走美国 并接受美国中文媒体的采访 公开声援孔令宝 X平台上 网友薛船长在LA也发帖文说 实在没看出来 这人摊了什么钱 没有辩方意见 我一个字也不信 如果是摊的钱 哪敢置办这么多产业 这个破地方虽是地级市 还没江苏一个县人口多 穷的兔子不拉屎的 说人摊了31亿 挖地三尺 也没这么多钱吧 多数又是一个黑打案 还有 媒体人何光伟发朋友圈表示 据我所知 李副市长辞职前 黑龙江省纪委 审计几年没查出 他有任何经济问题 才批准他辞职 李毕业于清华大学 绝对的学霸 更是搞经济的好手 辞职后 自己做开发商 接览了GC几乎所有的烂尾项目 包括搞GC开发区建设 别的开发商盖楼 他是造成 GC政府有搞不定的项目 都会跟他合作 他前几年差不多 一直在给GC的烂尾项目兜底 通报媒说他的这些房产是他自己盖的 李传良10月14日向大纪元表示 他出走一段时间都没事 但在2020年8月19日 接受了大纪元的采访之后 很快 在9月7日 中共当局公布 已对他立案 9月20日宣布逮捕 12月份通缉 所有一切的重要的时间点 都是在2020年8月19日 我到了美国的自由社会公开发声 揭露一些事情 以后发生的 典型的打击暴富 我当时也说了 就当局披露的这些资产情况 李传良表示意外 但他知道 自从他2020年8月公开发声以后 当局就抓捕了大批相关人士 查扣了很多跟他及他的亲属 朋友有关联的一些企业和资产 就当局指控的31个亿的资金资产 还有一千多处的房子等 李传良说 因为我辞职10年了 合规合法经营的企业资产 也有大部分是其他企业的资产和资金 硬性装到给我扣的这个帽子里面去了 有的我都不知道是谁的企业 谁的资产从哪来的 因为只有装在这个帽子里头 他才好没收嘛 他说 大家知道 现在在中国的国内 正常很多企业 也有一些符合国家规定的 专项资金资产 这个跟我个人也没有关系 他都是专业形成的 也都是合乎政策合规合法的 阿波罗网评论员王篤然表示 中共这一搞又砸锅了 本来还没多少人知道 李传良这个人 更不知道他不谨润了 还退党反共了 如今 李传良声明大噪 事情反而会传遍官场 成为很多人的榜样 今天我们为您带来一期深度解析 中共国当前经济局势的特别节目 首先 我们将聚焦北京仓促转向 让情况更糟 为什么政策转向反而加剧了经济困境 这背后反映了怎样的决策问题 接着 我们将为您揭示 中共国这报告难手谎 官方亮点泄露惊人真相 这份官方报告到底透露了哪些 不为人知的经济信息 为何被称为难说谎 随后 我们将关注中国房市重磅 周四召开发布会 这场备受瞩目的发布会 将公布哪些关键政策 最后 我们将深入分析习的下一步 如何判断习近平的下一步经济政策 习近平面对当前经济困境 可能会采取哪些措施 这些政策又将如何影响中国经济 您可以点击视频右上角观看 欢迎您点赞转发和留言 传播我们这个频道 让您的亲朋好友都能通过真实资讯 超越同温层 做出最佳选择 一些观众询问如何找到副频道 您可以在我们主频道的首页向下滑动 找到副频道的图标并点击进入 此外 每个视频描述下 也有副频道的订阅和赞助链接 我们也会把副频道的视频内容 通知发到主频道的社区 感谢大家的关注与支持 我们也在干净世界平台开了频道 链接在视频的描述中 再会 发行 distinguished Micha 杨物质 君 杨物质